1924年,在军阀的一场混战中,民国大总统曹昆被俘,获胜的冯玉祥将军宣布,考虑到袁世凯与张勋之前的复辟行为,只要清廷的最后一位皇帝还在紫禁城,战乱就不会结束。 18岁的溥仪被命令搬出故宫,他的皇帝称号随即废纸。 至于溥仪后来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当时与他一同离开的那些格格们呢,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如何? 格格是清朝皇族女儿的称谓,若是正统的格格,当属皇帝的亲姐和亲妹。 溥仪的父亲是纯亲王爱新觉罗、宰丰,除了三子溥其四岁早上,共有三子妻女。 这些孩子里,最先出生的是爱新觉罗溥仪,也就是说,溥仪在家中排行老大,那些格格都是她的妹妹,我们按年纪由大到小来介绍。 在溥仪出生三年后,宰丰家里迎来了一位女娃,家人取名爱新觉罗、运英。 运英在七位格格中最为年长,所以在清朝灭亡之前,运英就已经被皇族指婚。 所谓指婚,极字面上的指定结婚,皇室的女儿们不被允许追求自己的爱情,只能听上选配,不敢自主。 运英被指婚给了郭布罗润凉。 郭布罗家族的郭布罗宛容是溥仪的妻子,所以运英的这桩婚事,完全就是爱新觉罗家族与郭布罗家族的政治联姻。 其实,在那个封建年代,皇族子女根本不懂何谓心上人,何谓爱情,尤其是女性,只能与一名指定的男子结婚,根本没得选。 不过,要说被封建思想害得最惨的,不是大哥哥运英的婚事,而是他的性命。 运英十七岁那年,得了急性蓝尾炎,家人想通过中医治疗,但太医对此束手无策。 我们知道,中医只能长期调养,无法快速缓解,但西医却可以,可偏偏运英的家人死活都不信西医,最终耽误了治疗,花季少女就这样英年早逝。 爱心觉罗,运和生于1911年,虽然在他出生时,溥仪即将逊位,但运和还是过着金枝玉叶的生活,也为殉清朝廷起初被允许驻留子进城,并能获得每年400万两银子的花销。 直到1924年后,风云变幻,溥仪被驱逐出宫,还是单身的运和只能跟随大哥去了东北。 运和后来的婚姻也是通过止婚,这一次不是发生在大清,而是维满洲国。 一心想着父亲的溥仪为妹妹挑选了维满洲总理大臣郑孝须的孙子郑广元,作为她的夫君。 虽说是止婚,但溥仪是真心为了妹妹好,也为郑广元没过多久就要去国外留学了,溥仪也是希望运和能暂时逃离这战乱的世界。 夫妻二人婚后感情不错,运和陪丈夫去英国增长了不少见识,她的生活依然算得上富贵。 直到1945年8月11日这天,运和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末代皇族的命运是仅仅的跟溥仪的命运绑在一起,而溥仪的命运又是仅仅的跟日本人的绑在一起。 所以,当1945年苏联进军东北,日本无力在战时,皇族们便开始了大溃逃。 一夜之间,二哥哥运和由一个富贵小姐沦为了流浪皇妹。 而此时的溥仪已几乎精神崩溃。 四天后,在吉林通话的大立子沟,他得知了日本对中国投降的消息。 日本人告诉溥仪,已经为他在日本安排好了今后的生活,需要先坐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日本。 由于飞机小,溥仪只能带八个人随行,剩下这些人,包括运和一家,只能就此分别,各走各的。 运和和丈夫郑广源,还有他们的小孩,全家人就跟难民一样,颠沛流离,沿途起尸。 凄惨到什么地步呢? 有一次,小孩突然喊饿,但实在没有吃的,好在后来遇到一位农民,就把手上的好东西跟那农民换了一块窝头。 几个人掰开来,一人一块,还换了一碗粥,一人一口。 运和一家人历经坎坷流浪,受尽动恶之苦,最后终于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运和在路上碰到了当年的一位宫女,两人在街道一起创办了一所托儿所,她的托儿所还被评为了优秀托儿所。 普一特社后,见到了自己这位二妹,她百感交集。 运和也很激动,她对大哥说,我现在每个月有工资了,能养活自己了,也能养活家人了。 普一甚是欣慰,运和最终活到了91岁。 在如今留存的照片中,很多人都觉得三格格运营最为漂亮,而这位大眼睛姑娘,她的命运同样跌宕起伏。 运营,运和与溥仪的关系最亲密,三人都是义乃同胞,同父同母。 运营比运和小两岁,从小在宫里也是养尊处优,吃饭穿衣,洗脚,甚至剪指甲都有专人伺候。 这些皇族后代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知钱为何物,倒不是说什么谈钱俗气,而是他们的脑子里真的没有钱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因为用不着他们去买东西,所以也就不认识钱。 当然,自从围满垮台之后,运营可是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了钱的重要。 在逃跑途中,这位高贵公主卖掉了华丽的旗袍,换上蓝布短衫,在街边摆了个香烟探,以此为生。 运营的香烟并不好卖,由于天气原因,香烟容易受潮,她只好把香烟盒拆开,一根一根地卖,想着能卖一根是一根,能给孩子换一口吃的就是一口。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她的丈夫去哪了? 这正是运营与二姐运河流浪之路的区别,也是她最不容易的地方,她的丈夫一直不在身边。 运营十九岁时,家里人安排婚事,将她许配给了郭伯罗家族的郭伯罗·润琪。 润琪是皇后宛容的亲弟弟,在以前的大清是名副其时的国舅。 运营对嫁给润琪并不排斥,两人从小就在紫禁城打成一片,是别人眼中的青梅竹马,他们的婚礼在新京、金长春举行。 前面说过,在大栗子沟,溥仪只能带八个人飞沈阳, 而这八个人中就有润琪,也为润琪是溥仪的侍从。 我们知道,这些皇族们自从1924年被驱逐出宫,到1945年仓皇出逃, 这21年来想的事情就是如何复辟大清,所以封建思想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就拿润琪来说,溥仪要他走,那就是皇上要他走,是圣旨。 只是夫妻二人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按照计划,溥仪一行人的飞机先到了沈阳,他们在休息室里准备换乘大飞机前往日本, 但此时,一架载着苏联士兵的飞机突然降落在机场, 他们把溥仪、溥杰、润琪等人抓去了战俘收容所。 在苏联,除了每天劳动16个小时,有时还要在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夜里到户外劳动。 收容所里有其他育友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但润琪却坚信自己一定会回家,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等着他回去。 在苏联待了五年后,润琪被押往辽宁抚顺管理所。 祖国的监狱没有反人性的迫害,只有看守人员的平等对待。 而运营这边,日子也很艰难,儿子宗光在一次意外中摔成了骨结盒, 成了一辈子的驼背。 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北京后,运营被安排到了街道,担任街道的质保主任。 直到195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昭认识了运营, 他让三哥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自传, 然后他把自传呈给了毛主席。 主席得知了这位末代黄妹改变自我的故事, 安排他担任北京东四区的政协委员, 并允许他去俯顺看望自己的亲人。 自从当年分别于大栗子沟,运营再次见到了丈夫润琪, 大哥溥仪,二哥溥杰,这一件整整隔了11年。 一年后,润琪被释放出狱, 夫妻二人在北京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四哥哥运贤,免遭流亡,却婚姻坎坷。 运贤与溥仪妃同母所生, 关系不如二姐,三姐那么近。 这也体现在运贤起初并没有追随溥仪, 而是住在了父亲爱心觉罗宰丰的家中, 直到1934年载风去长春探望溥仪时, 才把运贤留在了他的身边。 溥仪最早让四妹运贤与灵声之紫色不惊态定亲。 灵声那时候对满洲国充满了期待, 但后来他彻底看透了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一次会议上, 灵声猛烈抨击了日方的一系列政策, 日本人当然不允许灵声阻碍自己的野心, 他们以莫须有的通俗通猛罪名处决了灵声。 运贤与灵声之子的婚约随即失效, 日本人此时想要为运贤挑选一位日本丈夫。 溥仪赶紧编造谎话, 说已经将四妹许配给了自己的侍卫官赵国琪。 赵国琪早年曾和溥仪的弟弟溥杰一起留学日本, 溥仪就找到溥杰, 问这人怎么样, 结果问下来,溥仪觉得赵国琪这小伙还真不错, 跟四妹确实挺合适, 最后假戏真做, 促成了两人的婚事。 不过, 要说运贤最阴差阳错的事情, 还是在1944年, 他的哮喘复发了, 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但恰恰因祸得福, 也为运贤生病后回了北京, 由父亲载风照顾。 我们都知道一年后的满洲国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知道运河和运影 在逃亡路上都经历了什么, 所以, 运贤的这次哮喘, 让他侥幸地免受流浪之户, 运贤是不用逃了, 但这一次却轮到了他的丈夫, 赵国琪后来加入了国民党, 1948年, 随着那战失利, 他跟随大部队逃到了台湾, 似乎就是天意, 哮喘又不允许运贤随丈夫长途跋涉前往台湾, 只能先留在大陆, 所以, 运贤也走上了三姐运影的老路, 急一人带娃, 养家糊口, 但是, 他比运影可艰辛太多太多, 由于两岸关系互通问题, 直到1982年, 赵国琪才得以回到北京, 夫妻俩这一别, 竟长达34年之久, 可能运贤都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丈夫了, 运贤的婚姻实属坎坷, 甚至能用悲惨来形容, 但若我们换个角度看, 34年, 也同样见证了一份忠贞不渝的感情, 五格格运辛也与三格格运影的命运相似, 他被安排与维满秘书处的外省氏之子万家西成婚, 万家西后来担任宫内府侍从武官, 所以在溥仪出逃去沈阳时, 也带上了他, 前面提到, 三格格运影在1956年去了辽宁府顺看望他们, 当时与他同行的, 还有运信, 一年之后, 他们的丈夫都被释放, 又过了两年, 来到1959年12月9日这天, 溥仪也坐上了发往北京的火车, 自此, 末代皇族的逃亡之路总算画上了句号, 而到了六格格和七格格这一辈, 他们的人生终于能用安稳来形容了, 六格格运渝和七格格运欢一直与父亲宰风生活在一起, 他们在婚姻上也相对自由, 运渝的婚事虽有叔叔在掏安排, 但这种安排不再像止婚那样具有强制性, 指定性和唯一性, 相反, 子女可以选择接受或是拒绝, 孕于自幼就喜欢画画, 1945年, 他嫁给了同为画家的王爱兰, 这对夫妻不用流浪起时, 也不用面对牢狱的分离, 而是一起做着热爱的事情, 画板成了夫妻感情最美的见证人, 而到了七格格运欢这一代, 则是真正的自由恋爱, 运欢的一生投身给了教育事业, 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29岁那年, 他与认识的教师乔洪亮结婚, 乔洪亮是汉族人, 与一位汉族男子成婚, 这要放在以前的大清绝对是禁忌, 但时代早已不同, 女性终于有权利追求自由的爱情, 而且结婚的年龄也不再受束缚, 我们知道在封建时期, 皇室女子在20岁之前肯定是要嫁人的, 但我们看运欢, 直到29岁才结婚, 可以说这位清朝最后一位格格的婚姻, 体现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包容和进步, 这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七朵金花, 纯王府七位格格的人生之路, 虽是姐妹, 都是格格, 但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有人因家庭中的封建观念, 过早地失去了还未绽放的生命, 有人从巅峰跌入谷底, 经受住磨难, 走出了精彩的人生, 有人夫妻相别三十载, 挨过寂寞的煎熬, 再度重逢, 袭击而泣, 有人用行动打破束缚, 实现了自己向往的自由,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有人沉浸在夫妻共同的爱好中, 用手中画笔, 描绘出一幅抗力情深的画卷。